好 再为解封之后呢 有没有人已经到了餐厅去用餐 内用的呢 有的加一 还没有到餐厅去内用的加二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个 是不是有人已经到了餐厅去用餐了 有人都还想说 现在目前还暂时先不要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来加一或者是加二 不过我们来看到 如果你是到餐厅去用餐的话 会发现因为要梅花做 而且要有隔板 而且现在的隔板非常有创意 看到有这种安全之文的浪漫风的隔板 中间呢还是透明的 中间的隔板起来的时候 有一个爱线形状 中间还是透明的 还有这种资源回收的简约风 直接拿纸箱子搁一搁 把它黏一黏 就可以当成了一个隔板了 另外呢还看到这种的水管 加上保鲜膜的露营风格的隔板 真的是也蛮有趣的 但是现在呢 虽然在双北地区 很多的县市还是需要像这样子 内用的话都要隔板 要安全的梅花做 但是有一个县市 逆时中了 从今天开始 它要开手枪 是谁呢 就是澎湖 因为澎湖已经67天零确诊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 澎湖的餐饮宴呢 全面都切除了隔板 今天早上呢 在餐厅呢 看到早餐店 有民众呢就开心的一起在吃早餐 海产餐厅呢也把隔板都全部都 准备齐全迎接生意 而对指挥中心呢不同意澎湖的做法 县府表示说他们会持续的沟通 餐厅业者将桌上隔板 煮一收出放进指向中 固定假野装带风存 通通收到桌子底下 因为澎湖18号开始 内容隔板社交距离全都取消 亲友一起吃饭总算不用隔一层 共餐也不用传来传去 直接享用澎湖在地早餐 海鲜餐厅也加紧准备 一切营业回复正轨 老板 餐厅了 随便看哪一天比较好 我们就先那一天给他试试看看 澎湖县16号选布逆时钟 餐饮差一隔板用餐 不领会陈时钟直接反对 18号直接执行 不过日前机场普筛 也被中央干预 县政府对于这次逆时钟 仍然乐观 如果中央还是执意 要求要取缔怎么办 我想这一部分 我们希望中央能了解 是 那澎湖的情况 靠观光之声经济的澎湖 错过花火街 错过半个暑假 如今抢先开放内用 抢先拆隔板 要抢在5000振兴券之前 让民众上加油感 记得颜一龙 谢树雅澎湖报道 教育部在17号宣布 从9月1号开始 高中以下的学校要开学了 要恢复的是上实体的课程 现在呢 发现说很多的学校 其实缺乏的就是一些防疫的物资 包含了刚看到的隔板的部分 有一些学校呢 他们强调吃饭的时候 还是要用隔板隔起来 但是学校没有怎么办 所以教育部现在要砸3亿元 来进行补助 同时呢 教育部也宣布了 开学的准备指引的草案当中 严格的规范教职员工 要接种疫苗 或者是必须要有PCR的阴性证明 这些才可以到学校 但是呢 有校长就很担心 二级警戒观察到8月23号 万一到时候又再延长了 那等于说学校呢 是在观察其中就开学 甚至呢 还有议员发现了 台北市呢 有13所的国校 他们的防疫隔板到现在 都还没有准备好 重庆校门开始分流 两体温和手部消毒 只是基本 教职员还要出示小黄卡 工作人员喷洒消毒液 搭校车落实固定座位 开冷气的同时 对角开窗15公分 都是该做的防疫 教育局17号公布开学指引 包含音乐课体育课 如果必须脱口罩 都暂缓课程 教职员进入校园 疫苗必须完成第一剂 接种满14天 或是提供七天内阴性证明 家长访客不入校园 学生全程戴口罩 每日量体温三次 用餐的时候 一定要有隔板或保持距离 台北市已经有三所实验小学 都选在十八号提前开学 教育局也公布停课标准 一班医师生确诊 该班停课 一个学校超过两个人确诊 全校停课 如果有学生想请防疫照顧假 不会列入初缺情记录 各地方政府想要尸体上课 就必须遵从指引 但北市议员调查发现 有十三所国小防疫隔板 根本还没有准备好 学生实体开学 家长松一口气 但大批学生在学校群聚 恐怕也成为下一波防疫考验 新北市市人旅行团 有五个人确诊 他们曾经到过了花莲旅游 花莲县政府在十六号公布了足迹 地址却是大闹乌龙 每轮市场的地址变成了热炒店家 受害的业者的生意瞬间掉了五成 无辜被波及 业者现在要求要国赔 老板生气又傻眼 生意都做不成 因为十六号花莲公布 策证者足迹 新北市亲友团八月二号 曾到美轮市场购物 不过下方的地址 策稿乌龙写成热炒店地址 老板喊原因为疫情关系 热炒店从六月二十七号 到八月七号都歇业 店家铁门紧闭 怎么可能会出现 策证者八月二号足迹 店家两天生意掉五成 直呼县政府应该道歉国赔 公布管就寥寥无几 民众 房东 最近的商家 朋友 都会来问 生意掉一半以上 生活困难 所以我们就用Google的 去搜索美轮市场它的地址 那就会出现画道路五横山 有人认为说五横山 那就是五之山 实际上美轮市场的地址 是登记美轮市场四十一号 不过Google地图上面 却显示画道路五横山 县府直接Google足迹就公布 对于造成业者的困扰 卫生纸表示很抱歉 强调确证者没有到过这家热炒店 民众可以安心用餐 未来在足迹公布上也会更加仔细 希望类似的乌龙不要再发声 记者留几条 旅游捷花莲报道 台中县政府呢上个礼拜举行了盛大的南回艺术季开幕 将近有百位的艺务人士还有县府官员餐序交流 但是没有隔板梅花座还有安全距离 县长跟宾客呢是兵建兵的大弹美食 民众呢痛批说官员是带头来乱 现在用隔板梅花座的餐饮 业者是在用心酸的吗 在片场声中展开和乐融融餐会 台东县政府上周六在大五乡举办 南回艺术季开幕仪式 县长邀庆林带领县府相关局处 和参展艺术家地方艺文人士 近百人参序交流 但防疫却没做到位 民众带着口罩夹菜享用buffet 不过回到座位却边聊边吃 既没有隔板梅花座 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县长跟官员近百人肩并肩 大快朵仪也引来 民众痛批 网友看不下去截图po网表示 真的很扯用餐安全距离呢 官方活动都不用遵守防疫 其他餐饮业者是在用心酸的吗 网友炮声连连 官报县长脸书 怒屁是嫌台东零确诊太无聊吗 还是太安逸松懈了 身为县长还带头来乱 真的是防疫破口 当时考量不周 所以造成今天将违反 防疫规定的状况 在这边也是跟大家说真抱歉 市府官员连忙出来道歉澄清 不过台东县长姚庆林出包 已经不是第一次 先前没戴口罩就曾被抓包 只能认错罚款 如今办活动又没做好防疫 做了最坏示范 自己解封超前部署 也让县名超傻眼 记者潘正贤 彭新美台东报道 隐藏淑 是 坏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